罗冠中 罗冠中 名本 号湖海散人 袁莫明初人 他七岁开始 学四书五经 十四岁时 母亲因病去世 罗冠中就跟着父亲到苏州 杭州做生意 元代中起 社会的经济 和文化中心转到南方 有许多文人来到杭州一带 罗冠中 在杭州住了长达十年 结交不少朋友 相传罗冠中 因为仕途失忆 决定返乡 经过河阳山时 认识了正在写水浒传的 施奈安 并拜他为时 元代社会阶级分为十等 一官 二立 三僧 四道 五一 六宫 七列 八昌 九如 十盖 明显贬低读书人的地位 虽然罗冠中在当时 被认为是下九流人物 但他的作品 对后世 有很深的影响 罗冠中擅长小说和戏剧 加上经历过圆末的动乱 理解百姓的痛苦 因此作品多以乱世为背景 他以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为主要依据 吸取三国志平话 杂举和民间传说 写成三国志通俗演义 简称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故事始于东汉末年 正是兵荒马乱的时代 蜀国刘备 为国逃操 无国分选 三家争鸣 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到最后 西晋重新统一天下 经历了将近一百年 三国演义 与水浒传 西游记 金平梅 合称为中国四大起书 罗冠中善于塑造人物形象 战争的描绘也很鲜明 情节扣人金鲜 结构严谨 文字夹杂文言与白话 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除了三国演义 罗冠中的作品还有 隋唐志传 蚕唐吴代史演义 三岁平遥传 罗冠中开启了 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先河 三国演义 更可说是 中国长篇章为小说的开山之作 对后世的电影 戏剧和游戏 具有深远的影响